2.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我们提到一个年轻的小王 一个年轻的领袖 约阿师 他从小的时候 他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叫做耶和耶达 这个人其实在他很小的时候 是扶他上位的 而且一路带着他 陪着他 这真的是一个属灵的权柄 在他的生命里面 但是你知道 当人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 人常常都不再喜欢被管 没有人喜欢被管 觉得你好啰嗦 你是念圣经上讲说 耶和耶大在世 这个他的生命当中里面的属灵的权威 属灵的权柄 在的时候 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 就盯着他 所以他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的事 但是我猜 在约阿师的心中 觉得这人真犯 这个人意见好多 这个人老是爱管我 我不知道他里面 有没有一个微小的声音是说 什么时候他可以 不要再管我 当有一天 耶和耶大没有了 在这个时候 约阿师要做一个决定 现在我好像飞出笼子的鸟一样 我可以自由了 没有人管得了我了 那些很唠叨的那些人都没有了 但是接下来呢 昨天和你分享 其实 耶和耶大不会是他生命当中 唯一一个可以影响他的人 耶和耶大没有了 神兴起其他的先知来 向他说话 但是这个时刻 关键在约阿师怎么做决定 怎么做决定 而他选择不理这些人 而结果呢就是越走越远 离上帝的祝福越来越远 离恩典越来越远 而这个时候 耶和耶大的儿子 撒加利亚 他也是一个接棒的祭司 撒加利亚发挥了一个很大的功效 大家都看见 这个小王子 这个领袖 过去的王子 现在已经是做王的人 他越走越偏 我猜那个时候周围有些人说 算算算算 不要讲不要讲 反正他不爱听 他不爱听 我讲就惹他闲 何必呢 让他自己做决定 但是也有人选择 我在这个时刻 我在这个时刻 被摆在这个位置上 因为神有一个托付在我的身上 谢谢主 撒加利亚做了一个选择 不管你爱不爱听 我都要说现在该说的话 他说我们现在这样离神越来越远 我们选择离弃神 有一天神也会把我们丢掉 他站起来 我们华人喜欢讲 像乌鸦一样 说那个不讨人喜欢的话 可是那才是重要的话 我觉得在我的生命当中 透过这段接文 我也常常被提醒 成为一个基督徒 许多的时候 神让我们在我们所在的环境里面 不是只说人喜欢的好话 我愿不愿意说该说的话 而不只是讨人喜欢的话 而另外一方面 你可能是一个领袖 你站在一个抉择的位置上 求神帮助我 也帮助你 听得尽 对的话 而不是只是选择听好话 但愿今天 主有话给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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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